面对妹妹的问题 克莱恩只能苦笑到 肌肉酸痛 他原本以为服食序列魔药 成为非凡者的自己或多或少会有身体素质的提高 但残酷的事实告诉他 占卜家的技能都点在了灵性 精神 直觉和解读之上 并不能让他很快的适应格斗训练 而原主前面多年专注读书且有些营养不良 让身体素质一直处在中等偏下的程度 今天出现这样的后遗症只能说相当正常 肌肉酸痛 我记得你昨天晚餐后就回来了 并没有做别的事情 难道酒精会让人肌肉酸痛 梅丽莎很有探求精神地询问道 难道酒精会让人肌肉酸痛 妹啊 你这句话问的 问的真是让人不自觉就想歪了 克莱恩甘笑两声道 不 和酒精无关 是昨天下午的事情 我加入了公司的格斗训练 格斗 梅丽莎更加惊讶了 克莱恩飞快组织者语言道 是这样的 我考虑道 我认为 作为一家安保公司的历史和文物顾问 我不可能永远都待在办公室里 待在码头仓库中 也许将来会有那么一天 我需要和他们一起去乡下 去古堡 去获取文物的最初地点 途中会爬山 会过河 会走很多很多的路 会接受自然的各种各样考验 这就必须拥有足够健康的体魄了 所以你加入格斗训练 提高自己的体魄 梅丽莎听明白了哥哥的意思 是的 克莱恩给予肯定的答复 梅丽莎微皱眉头道 但这就不绅士了 你不是一直以教授的标准要求自己吗 教授只需要阅读文献 考虑难题 斯文而有风度 当然 我并不是说这样不好 我喜欢能自己动手解决问题的男士 不管他们是用肌肉 还是脑子 克莱恩笑笑道 不 不 不 梅丽莎 你对教授的定义存在一定误区 真正的教授既能够斯文温和地与人交流 也可以在交流出现障碍的时候 提起手杖 用物理的方式说服对方 物理的方式 梅丽莎一下没有反应过来 但很快就明白了哥哥想表达的意思 一时尽找不到语言反驳 克莱恩没再多说什么 艰难挪动自己的双腿 一向惯喜事 梅丽莎站在那里 看了几秒 忽然摇了摇头 两步追了上去 需要我帮忙吗 他给出了搀扶的姿势 不 不需要 我刚才有些表演的成分 克莱恩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 猛然挺直腰背 正常迈步 看着哥哥不乏稳健的走入惯喜室 关上房门 梅丽莎敏了抿嘴 低声嘀咕道 克莱恩真是越来越浮夸了 我还以为他的肌肉酸痛真有那么严重 惯喜室内 克莱恩站在紧闭的门后 脸庞忽然扭曲 痛 痛 痛 他屏住呼吸 紧绷身体 缓了足足七八秒 一直到艰辛下楼 用完早餐 目送班森和梅丽莎出门 他才感觉酸痛不再那么要命 休息了一阵 克莱恩拿上手杖 戴好礼帽 缓步出门 走向有鬼公共马车的站点 暑假的霍伊大学 绿树成荫 花鸟繁盛 安宁又田径 沿着河流走了一阵 克莱恩拐入通向历史系的道路 找到了那栋有些年头的三层灰石小楼 找到了导师科恩 昆厅的办公室 他敲门入内 诧异地看见导师的位置坐着教员阿兹克 上午好 阿兹克先生 我的导师呢 我们在信中约好十点见面 克莱恩疑惑地问道 科恩 昆厅的好友 时常与他因学术问题而争执的教员阿兹克笑道 科恩临时有个会议 去了亭根大学 让我在这里等你 他皮肤呈骨铜色 身材中等 黑发鹤铜 五官柔和 眼眸里总是有种难以言喻的沧桑感 右耳下方则藏着一颗不仔细瞧无法发现的小痣 说完原由 阿兹克呼得皱起眉头 仔仔细细看了克莱恩几眼 我身上有什么失礼的地方吗 克莱恩茫然地打亮起自己的穿着 燕尾服 黑马甲 白衬衣 黑领结 身色长裤 没有扭扣的皮靴 很正常吗 阿兹克舒展眉眼 呵呵笑道 不需要在意 我只是突然发现你比以前精神了许多 更加像一位绅士了 谢谢您的称赞 克莱恩坦然接受 转而问道 阿兹克先生 导师有在学校图书馆找到那本霍纳奇斯主封古代一记研究吗 找到了 在我的帮助下 阿兹克笑容柔和地说了一句 然后拉开抽屉 拿出一本灰色封皮的书籍 你已经不是霍伊大学的学生了 只能在这里看 不能带走 好的 克莱恩欣喜中隐含畏惧地接过了那本学术专著 这本图书的外观设计完全符合当前的流行趋势 硬指做成封面和封底 花纹式图画 凑成了霍纳奇斯主封的抽象模样 克莱恩瞄了一眼 找了个位置坐下 翻开书籍 一行一行地仔细阅读 他正看得入迷 忽然发现手边多了杯咖啡 香味纯正而浓郁 自己加糖和牛奶 阿兹克放下银制的小盘 指着牛奶罐和方糖和说道 谢谢 克莱恩感激点头 他随手加了三颗方糖和一勺牛奶 实不知味地继续看书 霍纳奇斯主封古代遗迹研究这本书并不后 临近中午的时候 克莱恩就翻阅完毕 把握到了几个需要注意的点 一 霍纳奇斯主封及周围区域的生物聚居点已明显形成了文明 存在一个古老的国度 二 从壁画来看 他们的外形和人类没任何区别 可初步视为人类 三 他们崇敬又畏惧黑夜 并由此人格化了一位神灵来信仰 称呼这位神灵是黑夜的主宰 天的母亲 四 最奇怪的是 整个区域内都没有发现这个国家的墓葬 给人一种奇怪的错觉 就是他们的居民不需要安葬 甚至可能不会死亡 而这与壁画反映的内容矛盾 在壁画里 这个国度的人民相信死亡不是终点 相信死去的亲属会在黑夜里庇佑自身 所以 他们会将死亡的亲属留在家里 留在床上 留在枕边 足足三天 在之后 壁画到此为止 不涉及下葬的部分 克莱恩喝了口咖啡 继续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着独厚感 天的母亲 天母 很高大上的称呼了 而黑夜的主宰明显和黑夜女神重叠 这就是矛盾的根源 在霍纳奇斯主峰及周围区域的古代遗迹内 所有的陈列和摆设都保存完好 壁画也没什么破损的痕迹 被发现前 这里似乎并未受到丝毫惊扰 桌上摆着餐盘 餐盘里有干涸的腐烂痕迹 有的房间内 还有半瓶几乎变为清水的酒 这个国度的人民呢 他们似乎匆匆忙忙就全部离开了家园 什么都没有收拾 之后再未返回 联想到没有墓葬这件事情 那就更加奇怪了 作者乔瑟夫先生也谈到 最初发现这些遗迹的时候 他甚至以为这里的居民瞬间蒸发了 克莱恩停下钢笔 将目光投向了一幅插图 那是约翰 乔瑟夫第三次前往霍纳奇斯主峰时 用新型照相机拍下的黑白照片 照片里 宫殿巍峨 墙壁坍塌 杂草丛生 风格以宏大为主 刚才翻至这张照片的时候 克莱恩瞬间就想起了自己梦中见到的那座宫殿 两者的风格趋于一致 只是自己梦到的那座位于峰顶 更加灰红 而且有一张不属于人类般的巨大座椅位于最上手 有无数透明的蛆虫抱成一团 缓慢如动 可以确认我的梦境与霍纳奇斯主峰的古代遗迹有关了 那应该就是安提哥努斯家族笔记里提到的叶之国 克莱恩微不可见点头 合拢了书籍 这个时候 阿兹克坐到他的对面 摸了摸右耳下方的那颗不起眼黑之道 怎么样 有收获吗 有不少 您看 我记了好多页笔记 克莱恩指着桌面笑道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突然对这件事情感兴趣 阿兹克随口感叹了一声 转而说道 克莱恩 我在贝克兰德读大学的时候 接触到了一些占卜的东西 对这方面有一定的研究 嗯 我发现你的命运有不协调的地方 啥 占卜 和我谈占卜 作为一名占卜家 克莱恩好笑地望向对面的阿兹克叫圆道 有什么不协调 阿兹克想了想道 你最近两个月 是不是经常遇见巧合的事情 巧合的事情 因为受过阿兹克先生的恩惠 克莱恩并没有抗拒对方的问题 下意识开始了回响 真要说巧合 最明显的一件事情就是追捕绑架犯的时候 竟然在他们藏身的房间对面发现了失踪好些天的安提哥努斯家族笔记的线索 还有 瑞尔 比伯没逃出停根就匆匆忙忙找地方消化笔记赐予的力量 让封印物二 零四九能够轻松追踪到他的下落 这也算是有些违背常理了 虽然艾尔 哈森先生解释得不错 但我总觉得有些巧合 嗯 塞琳娜偷看海纳斯 凡森特的秘密皱纹后 一直忍到生日晚宴才尝试 恰好被我发现 也有点巧合 否则海纳斯 凡森特不会就那样戛然死亡 克莱恩认真想了几分钟道 有三件 不是太多 不是太经常 而且找不到有其他人干涉和引导的痕迹 阿兹克轻轻汗手道 罗塞尔大帝说过 单纯只有一次的巧合谁都会遇见 两次也属于正常的范畴 三次就必须思考有什么内在的因素引导了 您能看出什么吗 克莱恩是探着问道 阿兹克笑了一声 摇头回答 我只能看出一点不协调 其他什么也发现不了 你要知道 我并不是真正的占卜家 那不就是说了等于没说吗 阿兹克先生有些奇怪啊 在我这个神棍面前装神棍 克莱恩吐了口气 趁对方起身的机会 捏了捏自己眉心 打开了灵室 一眼望去 阿兹克的气场尽数映入他的眸中 各方面都很正常 可惜我只有在灰雾之上才能看见别人以太体的深处和心灵体的表面 克莱恩轻敲眉心 顺势站起 悠然想到